这天黄梅玲的工作室来了一个年轻人 郑凯元 他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这两年只要有假期 都会回到福州找黄梅玲老师探究皮雕上面的技法 我本科是国画 所以说这里头有很多的这种 在主题上的东西是可以共同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有所结合 我觉得手工艺的东西还是要有温度的 毕竟现在都是这种快销节奏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有点人情味 其实黄梅玲并没有几个徒弟 并非他不愿意教 而是黄梅玲想要找到真正适合皮雕的人 才会把技艺传授出去 幸运的是郑凯元就是适合皮雕的这个人 你一天不拿刀 他的刀线是走不稳的 所以一定首先你要学会情分 第二学会有耐心 第三恒心 这三方面如果你没有 我是不会去收的 黄梅玲自己觉得 他教皮雕的时候和别人是完全不同的 上面创作构想 明暗分布都是学生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 而他只注重一点 那就是学生走刀线的基本功 是不是越来越扎实了 其实工具是为了让我们这个雕刻的画面更加精美 他通过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塑形的花纹 他表现出的那个机理也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说创作这一块 要百花齐花 要学会什么 一通百通 而不是拘泥于一格 要学会去创新 基本功 你一定要按扎扎实实的去学 但是在创作 今后你走上创作道路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内心的存在的东西 你都去尝试 不要拘泥于一格 国画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面的 那皮雕这种东西相对是跟立体 会脱离这种平面的状态 会更立体一些 所以说原来在国画当中的这种平面的东西 在转化到这种皮雕的这种立体的状况 我可以有这种思维上的这种 让自己有一定的进步